老公在窗外眼睁睁看着 男人将自己老婆 男人竟然把老婆小美删除了 老公看着她手里的那部手机 感到不可思议 与此同时 之前被小美无意删除的女孩 也就是男人的女儿 竟然回来了 就躺在她之前被删除的地方 男人注意到小美老公后 她赶紧跑路 小美老公马上追了上去 可男人手里有删除手机 要不是她近里多闪 可能也被男人删除了 男人将出口门锁上后 赶紧跑去找女儿 由于她记不清了 女儿是在超市的哪个位置被删除的 所以她只能顺着一排排货架查看 终于在一个走道里 她看到了女儿 将女儿唤醒后 女儿一脸猛逼 她询问父亲 她是怎么回来的 男人来不及回答她 拉着她就赶紧跑 就在这时 小美老公也追了上来 男人带着女儿跑出超市后 赶紧开着车就开溜 小美老公紧随其后 迅速回到车上 开着车就追 女儿看到有车警跟着他们 她感到很害怕 她想知道为什么 可男人不想告诉她 只见两辆车在道路上 并驾崎岖的飞驰 面对小美老公的不停云笛 男人不予理会 接着在一个路口 男人暂时将小美老公甩开了 男人开车回到家 母亲总算又见到女儿 表示很开心 可女儿却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当她得知自己之所以能回来 是因为父亲 将删除她的小美给删除了 她感到非常自责 并表示小美没有任何错 是她叫小美把自己删除的 她并不想父母把她弄回来 因为她觉得自己之前 帮忙把那些病人删除了 自己有罪过 父亲听到女儿这么说 她心都凉了 来到女儿身边 她告诉女儿 他们都很担心她 为了救她回来 他们不得已做了很多事 女儿失声痛哭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给父母添了这么多麻烦 男人拿出手枪 等待着小美老公的到来 妻子建议他们一家逃跑 可男人却表示 如果现在跑路 就得一辈子逃亡 于是 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竟然想将相关的人都删除 当她正在给淡加装子弹时 突然 男人赶紧拿上手枪 悄悄出门查看 她来到门外 发现竟然是风吹秋千座椅 发出的声音 她稍微松了一口气 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回到屋里 她看到小美老公 正拿枪指着女儿的头 女儿吓得嚎啕大哭 小美老公让她把枪扔过来 男人被迫无奈 只能照做 接着 小美老公又让她把删除手机交出来 不然就对女儿开枪 男人还是只能同意 她从兜里缓缓拿出删除手机 可当她正要将手机递过去时 小美老公赶紧过去查看 可男人早就跑路了 于是 她赶紧追了出去 来到一片树林里 由于光线太暗 她实在没法识别男人的位置 只能通过听声辨位 突然 你敢相信 原本是一场激烈的枪战 却竟然变成了一场 躲避手机拍照的战斗 多亏小美老公赶快 要不早玩完了 小美老公手枪叼了后 一下追逃角色也互换了 变成男人追着她跑 就在她跑到一棵大树旁时 小美老公被推倒在地 男人掏出删除手机 就要给她拍照 就在男人即将按下拍照案件的瞬间 小美老公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狠狠砸在了男人的手臂上 接着 她继续逃跑 男人还是一路举着删除手机 追赶着她 尽管她不停按下拍照案件 但竟然都没能拍到小美老公 两人在僵持之间 小美老公从暗处 悄悄绕到男人背后 这男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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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将男人打成重伤 并质问男人 为何要把小美删除了 男人表示 她也不想跟这不该死的手机扯上关系 是小美先把她女儿删除了 她只希望能救回自己女儿 听男人这么说 小美老公恍然大悟 她想知道 是不是只要把男人删除了 就能把妻子小美救回来 男人被迫无奈 竟然让小美老公把她删除 她只希望不要伤害她的妻女 并祈求小美老公 能满足她的要求 让一切就此了结 小美老公没有答复她 只见她捡起删除手机 正研究应该怎么用时 男人从她背后 举起一块大石头 就要砸向她 眼看小美老公就要玩完了 突然 小美老公吓了一大跳 她看到竟然是小帅 多亏了小帅的及时出现 要不她死定了 接着 小美老公举起删除手机 按下拍照按键 将男人删除后 他竟然将删除手机 转向了小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